一百空近年繁星推薦新章在今天公布 高利中華路上表現非常勇敢 其中有七位同過以學校第一階段新章 同過台台青台高台電影高利大學學生也有三十一位 那是從中華路上今年來高學生的必須困難 雖然這是同過繁星新章以學校第一階段 但是對學校感動的來說 這是很大的功能 也是為大學理學進展進了一段步 一百空近年繁星推薦新章立法第一階段的生章 在今天正式公布 其中在關來補婚 通過以學校繁星立法推薦新章 最多就是中華路上 校長表悉 真感謝全體老歲辛苦付出 這讓中華路上今年能夠有這麼好的生章 今天是我們大學繁星推薦放榜的日子 我們彰化女中今年一共有七位同學 通過各大學醫學系第一階段的篩選 除了七位醫學系的同學之外 還有七位同學分別入取台大、清大、交大、正大跟成大等頂尖研究型大學 一共有31位同學通過第一階段以及入取大學校系 成績非常的優異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位同學 是以特殊選材 已經入取中三大學的光電學系 除此之外還有一位同學入取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 都是在世界排名頂尖的大學 那後續我們非常重視學生在徵選入學的輔導 所以學校有組成專案的徵選入學的輔導小組 來輔導同學在醫學系以及相關類系的準備 那後續也安排被審資料以及面談的這個準備 通過這次新称的優動就表示 雖然家庭經濟不是很好 但未來希望可以順利建立他的輔導 可以照顧社會上的留生家庭 因為爸爸跟媽媽的身體都不好 我想要當個醫生為這些病人看病 讓他們的病可以趕快好起來 也可以改善他們家裡的情況 在今年通過的精算標準的生計 普遍體管不少 所以中華入獎除了安排老師 專業獲得學生面試的技巧 也安排有經驗醫師來自東俄 讓他能順利通過第二階段的面試 新中華新聞被援臨中華 蔡芳報道